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2022年8月25日 张天爱在微博发出一段与徐开诚的录音并配文 惯犯 希望所有女孩擦亮眼睛 在录音中 徐开诚称自己酒后乱性 对不起张天爱 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在录音中 他们还提到了恋爱合约不能曝光恋情等内容 非著名于平仁吴清宫指出 张天爱的名气比徐开诚大 他们已经密恋三年了 本来还以为是张天爱不愿意公开恋情呢 原来是徐开诚不愿意公开恋情 近日 有八卦媒体拍到 徐开诚多次深夜前往古丽娜扎所在小区 七夕深夜还拿住礼物赶赴古丽娜扎的家中 随后 八卦媒体又晒出网友投稿的聊天记录 称徐开诚对古丽娜扎因系生情 消耗之前点赞张天爱 现在点赞古丽娜扎 引发徐开诚出轨的争议 张天爱晒出这个录音 就是证实徐开诚出轨了 徐开诚的名气本来就不大 看来要退出娱乐圈了 和徐开诚上床的那个女孩 是不是古丽娜扎呢 很快 古丽娜扎就转发了张天爱的微博 表示自己不是小三 古丽娜扎说的话很严重 不是小三 之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更不会是 面临全网小三的言论 一直不敢相信你是骗子 这段录音也是让我看清了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看来 徐开诚是在追求古丽娜扎 但是还没有得手 古丽娜扎工作室还发了一个严正声明 表示有关那扎小三之三当三叉组等言论均违被事实 戏严重的造谣诽谤 所以 这个瓜吃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徐开诚酒后乱性出轨了 张天爱和徐开诚分手 徐开诚转而追求古丽娜扎 张天爱对古丽娜扎应该没有恶意 因为张天爱说了一句话 希望所有女孩擦亮眼睛 应该就是提醒古丽娜扎远离渣男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真不知道徐开诚怎么想的 有张天爱名气这么大的女友 这么漂亮的女友 还不知足 据悉 那扎跟徐开诚合作的恋恋红尘前两个月才杀青 两人怕也是因戏生情 如今徐开诚爆出负面新闻 这部剧怕是难顺利播出了吧 张天圈内好友骂徐开诚扎 透露张天爱以前还想跟徐开诚结婚生子 还好露出真面目 不然还要一直眼下去 可见张天爱也是受害者 一直被蒙在鼓里 大概看了八卦媒体的爆料 才知道徐开诚跟那扎在一起 所以才选择曝光徐开诚 让女孩们擦亮眼睛 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徐开诚被做是渣男行为 他是在娱乐圈的事业也凉凉了 还是那句话 想要在娱乐圈走得长远 德行是第一位的 你觉得鼓励那扎是小三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